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广东南篮 广东南篮的话 我们知道在季前赛的两场比赛当中 表现都是比较的一般 两场比赛都是输了 当然了季前赛胜乎无所谓 尤其是对于广东 浙江以及辽宁这样的 真冠级别的球队来说 整个季前赛就是给我的核心拳源 找找状态的 这些球队一来是整体实力比较强 二一个对吧 这些球队的球员 也相对彼此配合比较默契 因为这三支球队 对吧 浙江广东还有辽宁 都在休赛期没有太大程度的 国内球员的引员 所以说战术是比较稳定 他们不需要利用季前赛来 适应战术 因此这个战绩出现浮动是很正常的 而另外一个原因我们也看到 就是广东对战场比赛 杜峰都是没有能够去 进行一个亲自的指挥 因为杜峰确实也是比较累 上赛季结束之后 对吧 先是打了全运会的预选赛 随后又备战中国男人的比赛 然后回来之后 隔离完又去参加全运会的比赛 全运会的比赛 打完又备战新赛季的CBA的联赛 可以说杜之导是一个连周转的一个过程 那现在稍微给他时间休息一下 也是比较正常的事情 那除了杜峰之外的 像两大外交 伊格尔和金斯塔拉 也是今年新签的这个立陶宛的外交 也都是还没有能够来到中国 因此杜峰身上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他的教练团队依然是需要扩充的 那现在朱方宇又给他物色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人选 那就是此前刚刚从山东南篮离开的杨文海 那杨文海的话 相信熟悉中国南篮 尤其是山东南篮的球迷 对他并不是特别的陌生 他是上赛季龚小兵的第一助教 同时也是带领山东南篮 去征战了全运会的南篮比赛 尽管小组没有能够出现 但是这也更多的是因为实力所知 确实你跟广东和浙江两支球队分到了一个小组 还想要去争夺两个出现的名额难度 已经是非常大了 而杨文海的话可以说是堪称杜峰的爱将 自从杜峰执掌中国南篮之后 那么山东南篮的助理教练杨文海就一直被杜峰 每次国家队集训都会被拉到国家队当中 可以说是杜峰的老书人了 那这次借助杨文海从山东南篮离开的这样一个契机 如果说朱方宇真的能够去把杨文海运作到广东南篮这边 那对于杜峰的支持将会是非常大的 很多事情可能杜峰都不用去做 完全就可以由杨文海来完成了 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全运会的比赛当中看到 杨文海的整体的指教战术理念跟杜峰真的是非常相像的 尤其是两队在全运会的首轮比赛当中就已经进行了相遇 当时双方其实打的这种整体的节奏 尤其是进攻端这种快速的攻防转换是非常相似的 只是说在群员的个人能力上 山东队是远不如广东队 再加上整个的防守力度上 杨文海的前场紧逼这一块似乎不如杜峰做的好 但是其他的方面跟杜峰几乎是一个模式印出来的 那可以看得出来两个人这几年的配合的确是有着非常大的一个默契 而随着龚小斌从山东南南的率位上下来 那杨文海也没有留在山东队 其实目前是一个处于富贤在家的状态 理论上以他这种国家六的经历 包括过往曾经也指教过山西队 甚至还拿过CUBA冠军 这种这么好的履历 除非说他自己想退休 我这个赛季我休息一年 否则的话肯定是很多的橄榄枝向他胜来的 那如果说广东也向他伸出这样一个邀请的话 那对于杨文海来说将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应该说也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那对于广东来说 杜峰找到了一个非常熟悉自己战术的助理教练 扩充了自己的助理教练团队 而对于杨文海来说 他在CUBA混迹了这么多年 还从来没有拿到过任何的联赛冠军 那加盟广东有可能会弥补自己这样的一个遗憾 所以说这个选择究竟能不能够最终成行 我们也是拭目以待